普天同庆 中国跳水梦之队不负众望 为中国奖牌榜在天一金一银 小小一场比赛 竟然集齐了中国跳水梦之队 过去二十年中的三大一截 明明陈玉希和全红禅旗鼓相当 又刚刚在双人跳台中合作夺金 可为何在女子丹人十米跳台决赛中 全红禅能一举夺冠而非陈玉希 网友扒出的真相冲上热搜 没想到其中竟然还牵扯到 上一届跳水女皇陈若林 或许回看当年郭晶晶对全红禅一针见血的点评 便可劣之一二 霍佳琪上阵早在本届巴黎奥运会开幕前 中国香港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霍真 停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一脸骄傲地向外界宣布 霍佳两代人将会聚首巴黎 他的长子霍启刚作为香港奥委会副会长 早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 便亲自带领香港队出征 到了本届奥运会 自然不必多说 但霍正廷的儿媳郭晶晶 此番前往巴黎的身份 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想必各位如今也时常能在电视转播中 看到她在泳池边利落概念的身影 郭晶晶作为曾经之霸世界泳坛三米版项目的女皇 曾为祖国收获过无限荣耀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这位天智娇女并没有再加入豪门之后 就放弃体育事业 只不过 郭晶晶选择的方式 与大多数退役运动员不同 就其原因则是她并没有选择 单纯地做一位跳水运动员教练 而是走向了更高的权力中心 没错 退役后的郭晶晶特意考取了跳水裁判证 而她在巴黎奥运会中的身份便是总裁判长 可想而知这其中的分量有多重 胜巴之下 不难发现 她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 郭晶晶只在为中国体育剑而保驾护航 毕竟在国际赛场中的他们 似乎是前有狼后有虎 这一点 看看乒乓球混双项目后王储亲的遭遇便可劣之一二 不过 对于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传统优势项目 女子十米跳台来说 观众们大可把心放在肚子里 8月6日晚的这场比赛 用央视解说袁张萌萌的话来说 可谓是毫无悬念 毕竟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 中国队已是金湖连续十届 包揽了该项目中的金银牌 不过 即便是如此稳健的优势项目 中间竟然也曾出现过危机 花500日红 近年来 全红蝉和陈玉希作为中国跳水十米台项目的双子星 横扫了世界多项国际大赛的冠亚军 本届巴黎奥运会也是毫不意外 前不久刚刚落下帷幕的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上 陈玉希携手全红蝉为中国代表队摘下了一枚分量十足的金牌 而他俩在比赛中的表现 可谓是断层优势 但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到了单人十米项目中 小姐妹俩的争夺就显得有些残酷了 东京奥运会中 横空出世的全红蝉 本次依旧发挥稳定 而历经身体发育和伤病折磨的陈玉希 则是稍稍落后 尽管如此 中国队还是以绝对优势未免了该项目递金银牌 但各位有所不知 二十年前的雅典奥运会中 中国女子十米跳台项目上 可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彼时的跳水女黄福名霞 在悉尼奥运会的两个项目中拿下一金银银后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但自他退役之后 十米跳台的比赛就显得有些青黄不介 这一点在雅典奥运会时 则暴露得更加明显 当年 全红蝉的老乡 中国前跳水运动员劳力师 仅仅获得了银牌 正所谓没有人会一直年轻 但永远会有人正在年轻 同样是这一年 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中 一位年仅12岁的小将 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只因首次参加全国大赛的他 竟一举夺得第五名的好成绩 中国跳水的功勋人物周纪红 看到了他身上的潜力 将其纳入了国家队的麾下 而这位明日之心便是日后 鼎鼎大名的陈若林 历经四年磨砺后 他在北京奥运会中成功摘得 女子时米台金牌 此后的他更是在各种世界大赛中 包揽该项目递金银牌 直到2016年 陈若林因为伤病等问题 不得已选择了退役 尽管这一代跳水女皇 在时代滚滚巨轮中落下帷幕 但依然热爱跳水事业的他 选择成为一名教练 而他的这番举动 在中国跳水事业看来 无疑是最正确的决定 世界冠军的幕后 自8月6日全红蝉夺金后 陈若林真的把全红蝉照顾得很好 等词条便一直挂在热搜上居高不下 身巴之下全红蝉的夺冠之路 不难看出 网友们没撒谎 自东京奥运会全红蝉一跳惊人后 陈若林便正式接管了这位土地 在他的悉心教导之下 全红蝉不仅熬过了 另跳水运动员文风丧胆的发育观 更是在技术方面有了志的飞跃 或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林过语 陈若林在生活中也是对自小离家的全红蝉格外照顾 小到给全红蝉剪头发 买擦脸油 背娃娃 大到为其传授为人处事的道理 比全红蝉大十五岁的陈若林 生动诠释了长姐如母的含义 而本次巴黎奥运会中 全红蝉在一举拿下金牌之后 第一个奔赴的人便是教练陈若林 师徒二人相拥而弃的画面 也令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事实上 除了陈若林 还有一位曾经的跳水女王与全红蝉 陈玉希心心相应 只因二人比赛时 裁判喜忠的郭晶晶 似乎已安自在心中为其加油助威 早在杭州亚运会时 作为大师姐的郭晶晶 对全红蝉这位跳水奇才的夸赞 可谓是一针见血 他一场比赛得到的满分 比我跳水二十多年得到都要多 虽然郭晶晶的话略有夸张的成分 但不难看出 他发自内心地为中国跳水后继 有人而感到开心 除了各司其职的师姐们 看台上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特殊嘉宾 只见这位小伙 身着一身喜庆的红色西装 一个劲地为全红蝉加油 而他在听到全红蝉的成绩之后 更是难掩激动之情 精致皆哭了出来 此人便是全红蝉的大哥 老话说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但作为世界冠军的家人 全红蝉一家 却是非常的老实本分 据了解 全红蝉一家 世代乌农 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他在成为世界冠军之前 甚至从来没有去过游乐园和动物园 虽说全家清贫 但世界冠军的家风还是非常正的 他们从来没有借全红蝉的名气炒作过 而现在的全静华 也跟随时代脚步 成为了一名助农主播 只为家乡的农产品事业做贡献 尽管他整日在社交平台发视频 但做生意时几乎是对妹妹之字不提 相比较之下 陈玉希可是世家子弟 分择各自为王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这句被春伤秋的话放在严苛的竞技体育中 却显得异常残酷 在上届东京奥运会中 张佳琪携手陈玉希 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项目中斩获冠军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只比陈玉希大一岁的张佳琪 并没有挺过身体发育这一关 似乎这也是他露选巴黎奥运会的重要联姻之一 好在跳水对迎来了新的双子星 与全红禅一样 陈玉希也十分优秀 他们二人在十米跳台中 充分证明了那句 何则天下无双 分择各自为王 但人们似乎都更偏爱于平民英雄 出生于体育世家的陈玉希 却经常被人们所遗忘 若是回看全红禅 陈玉希二人在赛场上的表现 几乎是难分伯仲 可要知道 一位世界冠军的诞生 不仅仅需要实力 更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 天偏这次的陈玉希 就差了那么一丁点运气 据悉 自去年世界杯之后 陈玉希一直忍受着伤病的折磨 而巴黎这一跳 偏不凑巧赶上了她的生理期 赛后 得知自己获得银牌的她 也是一支不住的失落 尽管如此 身为竞争对手的两人 并非针尖对卖忙的关系 陈玉希不止一次的在采访中提到 能和全红禅一起比 是她的动力 而全红禅这边更是表示 我不怕得不到金牌 因为我知道身后有她陈玉希 不难看出 小姐妹俩在私下的感情非常深厚 但许多有心人 确硬要把二人描述成 逗得你死我活 无独有偶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国 拼你单决赛后 想必 各位也对最近网络上吵翻天的陈梦 与孙颖莎一时有所耳闻 话说回来 经济体育必定有输有赢 可莫需要的事 终究成不了真 也希望各位千万别被有心人带了节奏 无论是陈玉希全红禅 还是陈梦孙颖莎 谁夺冠都是为中国争光 作为观众的我们更应该一视同仁 谁说冠军的眼泪只为失败二流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 全红禅以微弱优势战胜队友陈玉希 夺得金牌后泪如雨下 这一幕让人不禁好奇 为何这位常年面带笑容的神童会如此动情 难道这枚金牌真的来之不易 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跳水梦支队的世界 揭开全红禅夺冠背后 要说全红禅这次夺冠有多不容易 咱们得从头说起 自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横空出世 这位跳水天才少女就成了国民关注的焦点 当时年仅14岁的她 以惊人的实力摘得奥运金牌 让全世界为之惊叹 但是别以为从此就是一番风顺的神话了 在全红禅身边 还有一位同样优秀的队友陈玉希 这俩姑娘可以说是当今跳水界的双子星 你别看他们平时在双人项目上默契十足 一道单人赛场上 那可是针尖队卖忙 谁也不让谁 从东京到巴黎 这三年里 全红禅和陈玉希在国际大赛上交手了15次 听着这个数字 你可能觉得不多 但要知道 每一次交手都是全国人民秉析以待的大事 更让人咋舌的是 在这15次交锋中 全红禅竟然输了10次 没错 你没听错 是输了10次 这下你该明白为啥全红禅会哭得那么惨了吧 要知道 连续输10次 换成咱们普通人 恐怕早就自暴自弃了 但全红禅不一样 她就像打不倒的小强 越挫越勇 陈玉希这姑娘也是个狠角色 在世锦赛上可是四连贯的主儿 全红禅想要打破她的统治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 我们的小全红就是有这个本事 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 就拿2023年多哈士锦赛全红禅就打破了陈玉希的四连贯神话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你可能会问 既然全红禅输的次数多 为啥最后还能赢得奥运金牌 这就要说到她的绝活了 全红禅有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在关键时刻特别稳 她就像个定海神针 越是重要的比赛 发挥得越好 你看啊 东京奥运会 全运会 押运会 还有这次的巴黎奥运会 哪次她不是拿第一 说到这儿 咱们得佩服全红禅的心理素质 你想啊 平时输多赢少 换成谁都得心理打鼓 但她 该拼的时候一点不含糊 这次巴黎奥运会 全红禅就是靠着最后一跳的完美发挥 以4.5分的微弱优势力压陈玉希 这4.5分听着不多 但在跳水这个项目里 已经算是相当大的差距了 全红禅的成功 离不开她背后的团队支持 特别是她的教练陈若琳 可以说是一尸一母 比赛结束后 师徒俩抱头痛哭的画面 让人看了心里一酸 你想啊 这么多年的苦训 多少个日日夜夜的付出 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 换谁能补动容 有人可能会说 反正金牌都是中国队的 谁拿不是拿 这话说的 可就有点外形了 对运动员每一块金牌都来之不易 特别是在这种对内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你稍微松懈一下 可能就会被队友超越 全红禅和陈玉希这种良性竞争 恰恰是中国跳水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 说到底 全红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什么叫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从14岁到17岁 她用三年时间完成了 从天才上你到跳水你王的蜕变 这期间的艰辛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全红禅的眼泪 是对过去三年艰辛岁月的总结 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她告诉我们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不断努力和坚持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 每一个冠军背后都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良性竞争 不仅推动了他们个人的进步 也为中国跳水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让我们期待 在未来的赛场上 能够看到更多像全红禅这样的中国运动 健而绽放光彩 为祖国赢得荣誉 8月6日晚 2024年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女子时米苔决赛结束 中国选手全红禅以425.6分为中国代表团 获得巴黎奥运会第二十二斤 17岁的全红禅成为基辅名侠 陈若林后 又一位至少两次获得奥运会女子时米苔冠军的中国选手 在分享这份荣耀的同时 我们不可忘记另一个名字 陈玉希 她以420.7分拿下亚军 和全红禅成为中国跳水军团中亮眼的双子星 有他们在 其他选手只能争第三 这种局面让人惊叹 一直以来 中国体育军团 常有双子星意向 中国跳板双子星秦楷宇和冲 中国男子体操的双子星肖若藤和林超潘 既为典型例子 某种意义上 双子星和双保险还不太一样 双保险更突出成绩的保险系数 而双子星体现的是以双保险为基础的气质升华 说全红禅和陈玉希是双子星中的杰出代表 并无夸张 全红禅成功未免后 全红禅拥抱陈若琳 躺在教练怀里哭了 陈玉希则不停鼓掌 肯定好姐妹的表现 两人随后也是拥抱问候 这份在残酷的竞技场所表现出来的真挚友情 令人动容 双子星的存在 本身既浪漫又严峻 尤其是在跳水项目中 并便拿到冠军的概率微呼其微 陈玉希和全红禅有过在全红禅会办决赛并列第一的情景出现 但总的说来 要想在世界大赛以并列第一来期许有福同享 不至于有艺人失落 大体是奢望 某种意义上 全红禅和陈玉希 在其其震撼世界体坛的同时 有时也让人有寄生于何声量的感慨 作为当时顶尖高手 他们都拥有着其他选手难以比你的水花消失数 如果跳出竞技体育只能有一个冠军的框架 而只是作为艺术性的展演 那么 他们连妹带给世人的观感 将是另一种舒适之状 然而 现实向我们展现的是另一种模样 在双子星演绎的非凡气象中 经济体育的残酷张显无遗 这几年 暂时余次的同台竞技中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竞争可谓激烈至极 虽然全红禅在重大比赛中多压过陈玉希一逃 但陈玉希始终保持着永征第一的尽头 4月21日 在2024世界永连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西安上 陈玉希获得女子时米跳台决赛冠军 全红禅获得亚军 正因为有了陈玉希不懈追赶 逼着有一定优势身位的全红禅更加努力 中国跳水才迎来了双子星共同创造的稳赢局面 这是彼此的信誓 也是中国跳水的信誓 他们二人唯有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互相激励 互相促进 才可以共赴最高境界 两者关系无论是互有敌意 还是一方塌陷 干据人后 都未必会如今天一般美好且闪耀 运动员不是机器 即使是世界第一也可能遇见一时的困难 甚至遭遇竞技环节上的瓶颈 在这个时候 高水平队友的挺身而出现的格外重要 拳红禅和陈玉希的互相支持 相互成拳也尤为重要 在竞技体育的视野里 始终维系着良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始终以纯真姿态弘扬体育精神 这样的双子星如何不让人积极较好 又如何不让人倍加珍惜